! 好一定是好 聯遊是好還是好呢 是好!好! 雖然聯遊七個油長國中 迪拜不是最有錢,但是最出名 因为出手好豪,还好金 杜金打造大赏框,价值大约3亿3千万港元 市场不卖菜,卖金 欢迎来到黄金市场 黄金除了用两计,还用公斤 我们在欧洲都没见过用公斤计 真的要称过才知道多少钱 全球最大金戒指,重64公斤 难怪敌拜被称为黄金之城 有人说敌拜遍地黄金 其实这里政府派黄金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曾经试过为了鼓励民众减肥 只要一个月内你每减一公斤 就会送你一盒黄金 怎止减肥,搭公共交通工具 一样有感受,你看 哇哦 每年11月1日是迪拜公共交通日 市民不论坐巴士、地铁 或者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都可以参加抽奖 奖品超过200万港元 除了免车费,送免费单车 还有机会拿到4公斤黄金 政府要出动黄金 鼓励市民用公共交通 因为使用率不够两成 坐巴士和地铁要浪费很多时间才去到目的地 坐完地铁很多时又要再转车才去到 这里夏天这么热 根本不可能在室外那里行十分钟 土豪不喜欢 连一般人都很少坐 因为迪拜什么都贵 但油和车最便宜 像油的话 国内应该是七八块人民币 然后这边剩下的话人民币是四块钱 像车的话 基本上能便宜一个30%左右 反正越好的车会越便宜 几乎每个家庭有最少两三部车 黄金真的够吸引力 有些国家会加车税或者燃油税 令市民少点开车 但这样不是迪拜的策略 我们不想逼他们用公共交通 而是想吸引他们试下搭 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交通工具可以选 其中他们最推荐市民坐的地铁 启用十年 这条全球最长无人驾驶铁路 大约74公里 有49个车站 即使赢不到黄金 纳地铁一样可以有黄金体验 纳地铁它是有分好三种等级的 有分金卡和普通车厢 还有这个女士车厢 我觉得那阵味 我个人认为是和普通车厢是不一样的 有一阵附近的香味 你可以进去闻一下 有个清新的味道 好像真的有点不同 应该是银纸的味 金级车厢比普通车厢贵一倍 坐得比较舒服 但天天搭不是个个可以负担 日本外来打工仔通常只会坐普通车厢 另外有女士和小孩专用车厢 男士如果误厂被人捉到 要罚港币大约200元 不开车的迪拜市民上班下班 坐车又坐船 迪拜湾这些传统水上的士 五分钟就可以来回新旧城区 每程大约港币两元 每天都会坐船 因为方便和便宜 不过如想下雨或者大风就比较狼狈 巴士就更少人坐 除了慢 还因为迪拜夏天接近摄氏五十度 盛情有冷气的巴士站不少都失灵 就算送黄金给你等 都等到溶了 亚联邮的迪拜用黄金推广公共交通 另一个油长国阿布扎比 就尝试由城市规划入手 这个马斯达尔城 由当地政府和投资公司合作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实验城市 其中一个实验是减少和收窄马路 因为马路越阔 反而越多车 很多现在新的城市设计 马路多多 马路阔阔 大厦A他们大厦B 行不到 或者要开车 开车才去到 那我们想反过 有一个城市 不是为了车 是为了人 来自香港的Chris 是马斯达尔的开城工臣 他说这里城市规划 鼓励开车 交通早在十年前 已经全电动化 包括这个免费公共无人车系统 这边是车头 还是这边是车头 应该这边是车头 向着这边走 这些无人车 都很难分车头和车尾 时速25公里 全部由电脑系统控制 好像没有路轨 其实是跟着路轨 其实路轨就是磁石 有些磁石是在石址底 所以看不到 除了地底的无人列车 地面还有无人巴士穿梭城市 当局有鼓励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 电动车都可以共享 每分钟造金折合港币过三 他们要来这里拿车 但就可以驾驶去市内任何地方 不局限在马斯达尔城里面 这里不用黄金吸引人用公共交通 而是尝试将公共交通变成黄金吸引 有人说那些人不喜欢公共交通工具 这是错的 那些人只是不喜欢差的交通工具 他们喜欢干净有效率可靠的公共交通工具 实验能不能够成功要看用家反应 马斯达尔开城到现在超过12年 还未完全开发 人流和居住人数未达到当局预期 这里很漂亮 但没人知道 没什么人会来这里 你看到的 周围都没人 整个鬼城 未来城市有钱但没人 另一边上 有人但没钱 他们是迪拜最基层的外劳 不少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离乡别井来打工 他们参与迪拜各项大型基建 当局规定外劳要住在 远离市区的密集労工营 政府觉得他们影响市容 但讽刺的是 这个市正是他们有份帮手 我开天秤的 我们到过这里 很近很近 哈利法塔 我在哈利法塔工作 我们的巴士 这些简陋的劳工巴士由建筑公司提供 每日在外劳 往返宿舍和市中心工地 亦是迪拜主要连接最穷 和最富的交通工具 我今天本来是休息的 但是我现在就准备开工 要OT 平均月薪大约港币两三千 一个星期做足七天 人人宁愿加班 希望寄多些钱回乡下 这日劳工巴士几乎坐满 有些人形容他们是蜡烤烤自己 照亮家人 每日的沙漠之城 以这些沙漠之周为象征 今天的迪拜 标记已经变为奇迹一样的天制线 除了靠一批外劳默默耕耕耘 还靠一个人掌舵 迪拜不是无人驾驶 他是游长 也是车长 阿习跟游长兼车 直驶入迪拜航空展 还有机会做一次空中VIP 早晨 欢迎来到头等仓 以前犯选的饭 是用口的饭煲做 现在已经进化到用人做纤维 听得来不易撕裂 没那么容易发毛 直到做好饭 你真是好饭